歌手第八期汪峰唱抖音乐歌再也没有首夺冠,沉默后中爆发。 歌手2018正在憨战中,七位首发歌手,现只剩两人,汪峰和张韶涵。 可以说,今年的歌手在阵容上是相当强大的。 号称华语乐坛半壁江山的汪半壁,拥有超强唱功的美国歌手杰石杰,新生代实力偶像歌手代表华晨宇。 曾经唱隐形的翅膀的女孩张韶涵,华语乐坛电堂级歌唱家腾歌尔等等,无疑不给观众带来一场听觉的盛宴。 其中,杰石杰可谓是如破竹,连续三场第一,当真有夺青年歌手总冠军的意思,华诚宇强势不畏,打破了杰石杰的不败神话。 而汪峰跟张韶涵一路跌跌撞撞,走得很不容易。 特别要说的就是汪峰,汪峰每次演唱的歌曲,几乎都偏冷门。 从下坠到儿时再到M2,MAN最后到的青春。 都是相对来说冷门的歌曲,除了下坠取得第二名还不错的成绩,其他几首成绩平平,甚至还使汪峰一度陷入淘汰危机。 这让很多观众跟歌迷都替汪峰感到不值。或许,跟大家的期许,还有相当的差距。 杰石姐因为生病退出第八期肚子,让观众都十分意外,至于后面滴近眼还能不能回归,现在尚不得知。 杰石姐的暂时离开,让还在歌手舞台上的歌手们。 能有一丝稍微换气的机会,毕竟杰石姐的存在也是一个较大的威胁。 然而,杰石姐虽然暂时离开,却迎来另一位贴管歌手霍尊。霍尊的出现。 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,作为第一季中国好歌曲的冠军,刘欢的爱图,想必她的到来,也让歌手第八期的看点满满。 就在大家翘首盼望着第八期歌手敬演的到来时,却不小心传来小道消息,说第八期汪峰手夺冠,这是真的吗?据悉,第八期。 汪峰改编 汪峰改编《核侣热歌》再也没有获得投票第一,最终拿下本场冠军。 网友纷纷表示,实至名归。 早在汪峰唱《下坠》的时候。 就已经有夺冠的呼声了。 这次,终于如愿以偿,看来,汪峰的坚持跟努力没有白费,沉默已久,终于开始爆发了 应该说,汪峰参加这一季歌手真的是来对了 这一季,赚最多人品质的就是他了,没一起挖掘好歌的诚意 输得起也赢得起的大家风范,以及诚恳的音乐态度,都让人敬佩不已 或许,很多人在一开始的时候,觉得汪峰来参加歌手 是不是又要白姿态,是不是要标自己的热门歌曲 然而,这些都没有,汪峰在歌手上的表现可谓很低调 但低调又不失高质量,这让很多人表示意外,感觉歌手上的汪峰跟好声音上的汪峰有点不一样了 在歌手剩下的旅程中,也希望汪峰能够继续秉承诚恳的音乐态度,为观众带来真正的能够走尽人心的好歌,相信他一定做到 彩虾和音乐态度跟着的音乐态度,可以些音乐态度跟着 natuur的音乐态度